如果那个人是偏财命的 以我的做法呢 我不会帮他吹菜的 因为他本身已经有财运了 而且我会帮他吹的是人员 或者贵人 因为怕他得罪你 你敢说我敢播 欢迎大家收看 彬彬有礼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郑彬彬 那今天呢 很久没有更新我的这个 彬彬有礼的系列了 是因为呢 我之前一直在忙着 筹备我的新年MV 然后呢 大家看我这件打扮呢 就知道新年到了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迎来的是这个 彬彬有礼的新年特辈 那新年通常呢 我们都会看到生肖啊 还有这个星座运程啊 对 那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 也是跟这个运势有关 我们今天请到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风水设计师 黄志宏 嗨 大家好 是 黄志宏也是Guber 对 很少人叫你中文名吧 很少通常都是叫Uber 对 可是我觉得你是风水师 你叫一个中文名 对对对 看风水都是华人比较多 对对对 通常 这是黄志宏呢 都是我的本名 正名 哦 正名 对我都是用回正名 所以呢 今天从今天起 大家就认识他黄志宏 是我跟他认识是因为我们出席同一个Event 对 然后呢他再给一众的DATO DATIN 一对的华裔企业家呢 来讲这个风水 然后呢大家一想到风水啊 大家都会想到可能是Uncle啊 年纪比较大啊 或者是胡须啊 对对对 然后呢我就很少看到有比较年轻有为的风水师 所以呢 加上我的这个节目又这么年轻 对我们都是年轻人 所以呢我们当然是要请一些年轻有为的风水师 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2020的这个整体的流年风水布局 好 这样子在还没有正式进入课题之前 我觉得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 那其实我本身呢是一名卖家具出身的 好那卖家具的同时呢 我也是进修了这个设计 那为什么会进入风水学呢 是因为其实从以前小的时候 都比较对这些玄学比较有兴趣的 做设计的过后呢 然后就是也是有需要用到风水 因为风水真的是会改变每一个人的思维 只要风水对了 我们的方向就会对 就这样子 这样子这个加司店是你自己的吗 这个家具店其实是我的家租的 家租的 家租是 以前爸爸创业然后创立的 可是当时透他有学风水 他没有 我是第一个 像你学了风水沟有没有改变你家具店的一些 有 有很大的改变 对就是除了自己的家 有做一些风水的布局 然后跟自己的店 然后店的话呢 就直接就影响了这边工作的人员 哇 对对工作人员他们的态度 然后全部是很不一样了 就这样子 其实我有点很好奇的 其实风水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吗 因为很多人就说风水可能就可以增加你的人员 那增加你的智慧啊 这样子我平常就很懒惰的 或者是我平常就不努力工作的 我怎么增加我的财源 是不是因为风水影响了我的性格 好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本身经历了 我本身经历 所以那时候的思维跟现在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家族的生意嘛 所以把公司带领的那个方向也不一样 是直接影响了我个人的这个 就是如果风水好了过后呢 其实你的思维也会不改变 对会改变去 你可能从一个比较负能量的人 变得比较正能量一点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因为你负能量的风水 如果会导致到为什么人家说 十个成功的人士 九个都相信风水 那是因为风水 它不会给你一夜爆发或者报复 但是它会慢慢引导你去那个正的方向的 这样子2020年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风水要怎么摆设 才可以增加我们的财运 财运 对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最关心的就是 财运那方面 对 财运人员 对 我也是财运妈妈的 好的 那我们论到 如果是明年的这个庚子年 流年风水的话 那财星是落在这个西北位的 那西北位呢 那这个八百星它是属土 所以它属土的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火来生土 用火来吹它 那你吹它就当然是用这个炎火 我们说炎火呢就是会发出热能量的火 热能量的火 热能量的火就好像说蜡烛 蜡烛 或者是厨房呢 厨房 厨房也可以 只要它的那个星是落在厨房 就不需要再布局了 因为你的那个就时常会煮嘛 如果不是落在厨房的话呢 那就必须要用盐灯 刚才我说的 还有如果是还没有有这个异性人员的呢 异性员的呢 我们必须要有水来吹它 或者拿金来磕它也可以 拿水来吹它就是说那个地方要摆设一些 一些冻水的东西 流水的东西 就有些是水晶球 然后有一个包等的 流的 或者是拿风铃也可以 好 这样子我又一个东西要问了 其实我们每次谈风水嘛 然后风水师都会说 你要买水晶球啦 你要买什么花啦 什么吊饰啊之类的 是不是要调整风水 必须要花钱买一些东西 才可以调整我们的风水 其实对这些都是 风水上需要用的一个物品来的 所以那个物品呢 我们都其实也不需要买到太贵的 就是如果你想增加你的产业 你必须要先花一笔钱 先开源 先开源 而且花买我们这些风水的这种 肯定赚回来的 对 你买了就肯定会赚回来啦 对 而且这些东西也不会太贵的 因为太贵的东西 其实不见得是肯定有效 或者怎么样 好 这样我又要帮平民老百姓问了 好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东西 例如植物啊 花啊 或者是一些平常家里的东西 可以改善我们家里的风水 就不一定是买5db啊 或者是买一些 其实如果你说植物呢 就是这个富贵族 富贵族呢 它是也是可以帮你纳这个财气的 细财气的 这样子我们财运的话 我们有分正财偏财吗 对 对 我们会不会说 就是我们赚到的是偏财 会这样子吗 如果那个人是偏财命的 他的命格是偏财 那我就不会帮他 以我的做法呢 我不会帮他吹财的 不会帮他吹财 对 因为他本身已经有财运了 而且我会帮他吹的是人员 或者贵人 怕他得罪人 不是不是得罪人 是因为OK 我们说财心嘛 所以财心就是有财 那偏财的人可能他有亡财 亡财 那叫亡财 所以他有亡财 但是他的这个不好呢 也是会叫做 花钱不用本的 他会一直花 一直花 因为他的钱都 来得快 对 来得有 因为他偏财嘛 所以来得太易的 我们如果再帮他吹财的话呢 反而会害到他 对 因为他就是变成 我们广东话就是 这样子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好像 刚才我说的 花钱不用本 你怕吹财 突然间得到一笔财的话 可能会害到他 所以我怕他吹的 都是吹人员 人员跟贵人 他需要贵人 其实人员跟财运 是不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你人员好了 可能很多人就丢钱在你身上 是吗 OK 人员好呢 可能我们在工作上 或者遇到的人 跟你比较相同 那贵人也不一样 贵人可能给的是你钱财 哦 贵人跟人员又不一样吗 不一样啊 贵人 因为贵人嘛 贵人来就是 可能帮助你的事业 或者是他帮助你的生意 然后他或者是 帮助你的智慧 他会带你 带你带领你去 其他的不同的那个场合 接触不同的人 那你学到东西 你的智慧也会不一样 那人员当然是 我们说 人员好或者坏 好人员就肯定 能吸引到 即使吸引到跟你差不多一样的人了 这个叫人员了 所以我能够吸引到Gilbert 也是我的人员不错这样 对 因为你的人员 而我们的磁场 磁场结晶了 所以才有缘分遇到 对 而且还坐在隔壁 对 对 所以今天才有机会来到这里放 而且我们很爽快 就是我们才刚认识 没几天我们就过来做这个转房 谢谢你给机会 是啊 我也谢谢他 因为我知道他是风水达人 所以来找他肯定没有错的 可能这里坐坐一下 我就带一些好运回家 对 我一定会给到你好的能量 正能量 好